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电影官宣国庆档上映 代言领域升级到全球 事业不可阻挡 近日青年演员肖战继续展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状态 轰轰烈烈 首当其冲的就是在国庆档的时候 肖战和李沁主演的电影《朱仙要上映了》 这部电影说不清楚在央视热映多少次了 百看不厌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代言商务这一块 肖战的代言领域升级到全球 肖战成为新相应品牌全球代言人 演艺事业不可阻挡 据悉 肖战和李沁等联合主演的电影 朱仙又一次在国庆档上映 这部电影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影响力依然在 每逢重大节假日央视都要重映朱仙 更不可思议的是朱仙重映后的收视率非常高 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另一方面 肖战代言领域也升级到了全球 肖战成为新相应全球品牌代言人 这样的肖战 注定顺顺利利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这个假期可真幸福 肖战主演的新剧交扬伴我定档重播 主演的电影也不例外 随时随地都可以和肖战见面 自然非常开心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就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这么多年肖战从来都没有让观众失望 确实非常不错 总之恭喜肖战 也要感谢大家对肖战的大力支持 肖战已经红了这么多年 相信一定可以延续下去 希望青年演员肖战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我们大家一直都在 不会远离 肖战未来可期 鹅场重粉真可谓大手笔 豪宋肖战全套签名照 粉丝直接沸腾 近日 鹅场继续重粉了 再重粉这一块 鹅场一直都都在前列 特别是针对肖战主演的影视剧作品 官方非常大手笔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鹅场直接豪宋肖战交扬伴我全套签名照 其中少不了的就是盛阳了 这可直接让粉丝们沸腾 纷纷表示很想要 据悉 鹅场重粉真可谓大手笔 特别是在肖战这一块 官方从来都没有藏着叶着 不仅大力推荐肖战主演的影视剧作品 公布肖战作品取得的荣誉成就 还豪宋肖战交扬伴我全套签名照 其中就包括肖战在剧中塑造的角色盛阳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我们大家自然都非常喜欢肖战 非常想要肖战的签名照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沸腾了 纷纷表示想要肖战盛阳签名照 只需要关注就有机会抽取 这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参与 肖战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就注定一票难求 完全要靠运气了 当然无论结果如何 这并不影响我们支持肖战 也会为幸运的粉丝送祝福 希望继续支持肖战 总之祝福肖战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依然站在肖战身边 依然信任且支持肖战 这样的结果是 肖战从来都没有让观众失望 非常优秀 充满正能量 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可以继续努力 未来的演绎道路很长 坚守初心 勇意前行 不问归期 肖战值得期待 王一博刷脸亚运 单抗两个新项宣传 彰显Z世代力量 王一博 舞动新时代的全能舞单 今年的新增运动项目霹雳舞和滑板 正在悄然兴起 而这两项项目的宣传重任 被职业舞者 全能舞单 顶尖舞者和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王一博接过 作为大热综艺这就是街舞三年冠军队长 他先是主演了亚运主题霹雳舞电影热烈 在影片中饰演热血少年陈硕 用强烈的个性和热情展现了霹雳舞运动的热度和激情 让人对这项运动有了更深的认识 电影所传递的一直努力就会成功的内核也恰好契合了奥林匹克精神 为亚运会增添了更多的精神力量 为了提高霹雳舞项目的关注度 浙江省专门举办了影片免费观影活动 并在亚运会到来之际推出了王一博为杭州亚运献唱的主题曲然 这首歌曲充满了青春和活力 而王一博与中国男子寺乘以100米接力队的合作更是让人感受 到了体育与音乐之间强烈的互动与融合 作为滑板运动推广大使 王一博也与小滑手们展开了特别有爱的互动 传递着对于中国滑板运动未来的美好期待 9月25日霹雳舞宣传片正在燃正式上线 王一博作为唯一受邀的主演艺人 与众多舞者们一同展现了街舞的魅力和活力 向观众们传递了一种热血执着和朝气蓬勃的态度 此外 人民日报还推出了已然作为背景音乐的亚运舞蹈挑战活动 让更多人参与到运动和音乐的融合中来 王一博的努力和付出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和音乐之间的巧妙结合 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态度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王一博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有不断地努力和坚持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在这个舞动新时代的背景下 我们也应该向王一博学习 积极参与到运动和音乐中去 为自己的人生加油助力 那么你是否也对于霹雳舞和滑板运动产生了兴趣呢 你觉得这两项运动是否具有更广泛的发展前景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意见 王一博既是街舞实力派 同时也是一位有担当的明星代言人 这次他又一次出引了关于霹雳舞的宣传片 将杭州的送运文化和街舞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在拍摄中 他用心的演绎着宋朝服饰 文房四宝等元素 每个花纹配饰都按照博物馆古法制作 杀15万亿匹 兰花更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顶级兰花 配享两个保镖的那种 而这部宣传片一经发布 就在各个平台上掀起了火爆的反响 仅某单一社交平台上的播放量就在12小时内破亿 除此之外 王一博还是台灵电动车和老板电器这两家品牌的代言人 这两家品牌也是杭州亚运会的官方合作伙伴 台灵更是推出了中国夺一金 台灵送一车的抽奖活动 每当中国队获得一枚金牌 就在抽奖平台上抽取一款代言人同款作驾 十分大气 这些活动的背后 是王一博对国家和人民的信任和责任感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国争光 为品牌代言 为社会贡献正能量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这句话 他一直在重要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用自己的流量去配得上正能量 成为了值得敬佩的明星代言人 但是 我们也需要思考 除了代言和贡献正能量 他还有哪些努力和付出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我们需要怎样的明星代言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